欢迎大家收看以哈战争快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以色列加沙战争实施更新 内塔尼亚胡表示 以色列正在准备地面入侵 欧盟就加沙冲突暂停争吵 以便提供援助 早盘报价 欧洲央行维持利率不变 美国五大指数持续上涨 在阿尔巴内斯访问美国之后 他可能会因为颈椎扭伤而被原谅 从这里开始 一切都会变得更顺利 亲爱的 总理对美国国宴的唯一遗憾 请大家收看 以色列加沙战争实施更新 内塔尼亚胡表示 以色列正在准备地面入侵 华盛顿邮报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表示 以色列正在准备对加沙地带进行地面入侵 然而 他没有提供具体的入侵时间和方式 公众对许多细节并不了解 内塔尼亚胡表示 这是有意的 美国总统乔拜登 在与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强调了 在危机之后 找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 永久和平解决方案的重要性 他还重申了对以色列自卫权的支持 联合国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组织 联合国救济核工程处 安瑞尔亚由于燃料短缺被迫大幅减少其行动 以色列和埃及已经封锁了燃料 进入加沙地带超过两个星期 欧盟就加沙冲突暂停争吵 以便提供援助 金融时报 欧盟国家声称 欧盟委员会忽视了高达160亿欧元的未使用预算资金 并因此拒绝在为期两天的欧盟领导人峰会上 讨论增加资金的要求 然而 委员会表示 这些资金尚未使用 因为他们被用于不同的项目 包括7500亿欧元的疫情恢复基金 与此同时 欧盟27个成员国的领导人 目前正在讨论是否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 在加沙冲突中实施人道暂停 人道停火或人道窗口 欧盟已就这场冲突达成一项联合声明 谴责哈马斯于10月7日的恐怖袭击 并确认以色列在国际法范围内享有自卫权 然而 这掩盖了成员国在以色列 对加沙的袭击方面存在的分歧 这已导致数千名巴勒斯坦平民丧生 在欧盟就其声明争吵不休之际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表示 他正在准备地面入侵 早盘报价 欧洲央行维持利率不变 美国五大指数持续上涨 路透社 欧洲的徒步旅行周期结束了 因为试录录的贷款数据 和疲软的采购经理人调查表明 衰退即将来临 路透社对85位经济学家进行的调查显示 所有人都预计 欧洲央行将保持利率不变 市场几乎没有加息的机会 贸易可能会受到 联合利华 奔驰 渣打银行 和亚马逊等公司的盈利报告的影响 谷歌令人失望的云计算部门业绩 导致Alphabet股价大幅下跌 复苏的美元 使澳元和纽元跌至一年低点 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 正朝着5%的方向发展 那斯达克期货下跌1% 在阿尔巴尼斯访问美国之后 他可能会因为颈椎扭伤而被原谅 悉尼先驱晨报 据悉尼先驱晨报的大卫 克罗在文章中指出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 阿尔巴尼斯的外交政策 正在公众中取得成功 阿尔巴尼斯改善了澳中关系 成功缓解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同时加强了与太平洋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联系 然而 克罗指出 阿尔巴尼斯本周访问华盛顿特区 并不是没有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 在国防和气候变化等关键问题上 缺乏明确和进展 关于澳美英安全协议 OQOS 克罗指出 说服国会成员修改法规 以允许向澳大利亚出口美国技术的进展缓慢 此外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 克罗认为 澳大利亚很可能无法获得与美国在拜登总统的通胀减少法案下 可再生能源技术相同水平的补贴 克罗总结道 尽管阿尔巴尼斯的外交政策取得了显著成就 但他最终将根据他在这些关键问题上 是否取得进展来受到下次选举的评判 从这里开始 一切都会变得更顺利 亲爱的 总理对美国国宴的唯一遗憾 悉尼先驱晨报 美国总统乔 拜登为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 阿尔巴尼斯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国宴 这是他在取消与英国首相鲍里斯 约翰逊类似活动五个月后的一次 两位领导人庆祝了两国之间持久的联盟 拜登强调了澳大利亚和美国 共同书写印太地区未来历史的重要性 面对来自中国不断增长的威胁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的忠实观察员 今天 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些全球的新闻 首先 以色列加沙战争正处于紧张关键时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 以色列正在准备对加沙地带进行地面入侵 这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然而 具体的入侵时间和方式仍然未知 与此同时 美国总统拜登强调 寻找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 永久和平解决方案的重要性 并重申对以色列自卫权的支持 这场战争 还导致联合国人道主义组织联合国救援合工程处 安若阿的行动受阻 因为燃料短缺迫使他们大幅减少行动 接下来 我们转向欧洲 欧盟国家为加沙冲突的争吵达成了暂停 以便提供援助 欧盟委员会被指责 忽视了高达160亿欧元的未使用预算资金 拒绝在欧盟领导人峰会上 讨论增加资金的要求 尽管如此 委员会表示 这些资金尚未使用 因为他们被用于不同的项目 包括7500亿欧元的疫情恢复基金 在欧盟27个成员国的领导人讨论 是否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实施人道暂停时 他们已经就这场冲突达成了一项联合声明 谴责哈马斯于10月7日的恐怖袭击 并确认以色列在国际法范围内享有自卫权 接着 我们来看一下金融市场的情况 欧洲央行维持利率不变 这使得市场对加息的机会几乎没有 贸易方面 一些公司的盈利报告可能会影响到市场 例如联合利华 奔驰 扎打银行和亚马逊 此外 谷歌令人失望的云计算业绩 导致Alphabet股价大幅下跌 而美元的回升 使澳元和纽元跌至一年低点 此外 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 正朝着5%的方向发展 纳斯达克期货下跌1% 最后 让我们回到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的外交政策 取得了一些成就 它改善了澳中关系 成功缓解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同时加强了与太平洋 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联系 然而 它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取得进展 仍然面临挑战 例如 在澳美英安全协议 OQOS方面 说服国会成员修改法规 以允许向澳大利亚出口美国技术的 进展缓慢 此外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 澳大利亚可能无法获得 与美国在拜登总统的通胀减少法案下 可再生能源技术相同水平的补贴 总的来说 阿尔巴尼斯的外交政策 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但它在这些关键问题上 是否取得进展 将成为下次选举的评判标准 就在这里 我们一起回顾了一些全球新闻 我知道这些新闻有些严肃 但我们也可以用轻松幽默的方式 来讨论它们 现在 我想邀请观众们一起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